大家好我是威哥,欢迎来到机甲传奇的第14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850 我会立即开启下台机甲的更新工作,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环太平洋中的机甲猎人,英勇保卫者的故事 首先在环太平洋怪兽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里 由于人类再也没有遭遇到外星怪兽的入侵 因此也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而在此期间,人类为了防止这些外星怪兽的再度来袭 于是又设计了许多第六代的机甲猎人 而为了更好的调配世界的资源 于是环太平洋联合军防总部就取消了机甲的国籍设定 所以这些第六代的机甲就只有生产地,而没有了国籍的设定 英勇保卫者就是一台由韩国建造的机甲 并最终不属于中国的墨浴兰基地 英勇保卫者的整体高度为73米 重量为1975吨,其速度为6,力量为8,防御力为9 不过就它的性能参数而言 除了防御力还比较高以外 其余的,相比较同批次的机甲而言,就略显平庸了 此外英勇保卫者采用的是电能驱动 其操作为中国哨师的兰斯洛操作系统 而且驾驶员为两人 从外形上来看,该机甲的涂装为红白色,其肩部凸起为两个火箭喷气时的发动机 可在短时间内让机甲的速度提高到10级,并且还能实施翻滚和跳跃等高难度的动作 另外在它的手臂处还隐藏着速射炮,可对目标实施远程攻击 不过由于该手炮的口径较小,因此威力有限 英勇保卫者的设计之初,就是一台以近战为主的机甲 它的主手武器为一把等离子电弧鞭,可鞭打和缠战目标 在东京保卫战时,英勇保卫者的第一次实战,就是迎击四级怪兽白蛇 由于它是第六代的机甲,所以其性能参数已经达到了碾压四级怪兽的水平 再加上它的手上,还有一把威力巨大的点边 因此白蛇也只能仓皇而逃 如此轻松的战斗,虽然给这些菜鸟驾驶员增加了无比的自信 但同时也埋下了轻敌的隐患 之后,在迎战合体怪兽时,由于该台机甲的驾驶员过于自信,居然违抗军力 独自对合体怪兽发动攻击,结果被合体怪兽抓住了鞭子 并被荡成了链球,给直接甩了出去 最终导致该台机甲直接报废,其驾驶员一死一伤 而这就是英勇保卫者最终的结局